生机盎然的星球,每一个角落都有生命的痕迹。 在地球漫长的发展历史中,物种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究竟经历了怎样艰难曲折的立场? 生命立场,地理物,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从国节目,我是盛春。 在地球发展史上,某些特殊的时期因为各种原因会发生物种大规模死亡的现象,我们称这种现象为物种灭绝时代。 据专家说,地球生命出现以来,曾经发生过明显的物种灭绝事件共15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5次。 而在这5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当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发生在6500万年前的那一次。 因为就是这次的物种灭绝,恐龙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永久的回忆。 那么在物种灭绝的魔咒当中,地球生命究竟都会经历怎样的轮回? 生命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应对地球环境的变化?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大约在2.9亿年前的暗蝶纪末期,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球。 撞击造成了地球上96%的物种灭绝。 就在这次物种灭绝事件发生大约4000万年后,地球上又诞生了一个新的物种,这就是恐龙。 恐龙诞生之后,它们统治地球长达1.6亿年之久。 黑绿龙是最早出现的一种恐龙,它体型细小,身手敏捷,因此很快成为生存的强者。 恐龙家族繁盛的时代,正好是地质年代中的侏罗纪时代。 各类恐龙集集一堂,它们的足迹遍及地球的七大洲。 据美国一位古生物学家估计,地球上曾经生存过的恐龙约有50万种。 那时候,恐龙不仅种群蜂蜂,而且还出现了迄今为止发现身材最大的恐龙,阵龙。 它的身长有39至52米,身高达到18米,体重大约130吨。 那么,侏罗纪时期是怎样的环境,长就了恐龙家族的兴盛? 纪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有三个方面,全球生物局面事件,生物之间的生人竞争,压力减少了。 而且,加上恐龙呢,当时一出来就处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 所以,这就是为恐龙的发展呢,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那么,我想的第二个的主要原因的话,海域的这个面积在缩小,而陆地面积在逐渐扩大。 那么,像东亚地区,很多都是这个陆地的这个环境。 所以,这样就是为恐龙的发展又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那么,第三个的话,我想的话是气候方面的原因。 那也就是说,相对而言,逐路纪的气候条件, 要比三立纪那时候以前的时期要好得多。 气候变得温暖,湿润。 那么,在这种基础上,那么各种生物就发展得也很快。 这不仅给这个恐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气候条件, 而且也为恐龙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一个充足的食物资源。 然而,恐龙的庞大和威猛却无法抵御厄运的降临。 据专家推测,大约在六千五百万年前的百恶级末期, 一颗中等大小的陨星与地球相撞,导致地球大范围的爆炸。 这次爆炸的威力相当于世界上所有核武器爆炸产生能量的一万倍。 森林大火形成的烟雾和数千座火山喷发形成的灰尘, 使天空变得暗无天日,气候也发生了极具变化。 没有阳光的照耀,植物纷纷枯萎。 虽然恐龙曾经是地球上最可怕、最强大的生物, 但是面对宇宙的力量,它们同样束手无策。 恐龙从此变成了历史的记忆。 恐龙灭绝是距离我们人类最近的一次生物灭绝事件。 自地球有生命以来,大多遵循着发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 而要说起生命的起源,应该追溯到四十亿年前地球上第一个古细菌的诞生。 至今,中美洲的哥斯达利加丛林和澳大利亚沿海还生活着一些光合细菌。 这些微小的单细胞藻类都是古细菌的后代。 这些细菌能与光发生光合作用并产生氧气,彻底改变了地球的无氧环境。 从而使后来地球生命的诞生成为可能。 距今约五亿年前的澳陶级初期,是一个海洋生物空前发展的时期。 那时气候温和,潜海广布,鱼类已经开始出现,许多地方都被海水掩盖。 澳陶级的这个时期的话,主要的是以海参无知之类动物的这个发生发展为特征的。 那么当时有的话,有山蚁虫,笔石,亡猪类,苔藓动物,头猪类等等等等。 澳陶级延续了大约6500万点。 在大约4.4亿年前的澳陶级末期,地球上发生了一场巨变。 这次巨变的直接后果,就是85%的物种从此消失。 这次令人震撼的世界,被称为第一次物种大灭绝。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的这次灾难? 主要引起于这个兵器的这个作用。 从晚二头来说,主要的是气候变得越来越冷。 它持续地发生了几次这个冰窗事件。 所以这是,因为发生冰窗,意味着就是说海水,海平面在下降,海水面积在缩小。 这样就导致了这个海洋生态系统遭受的毁坏了。 就是原来生活的地方,它必须挪威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海洋生物就大批的死亡和居民。 主要表现在是海生爬行动物的消亡和秘诀。 那么当时的山翼虫啊,彼石啊,台显虫啊,网州动物啊,陶鲁路啊,这些等等,据统计的话,应该有一百多个树,六百多个树,全部都在同时相继地就灭绝掉了。 每一次物种灭绝事件,都会使许多地球生命化为乌有,成为生物进化史上失落的回忆。 但是,每一次物种灭绝,又会伴随着一个新的态势。 在经过一段修养升息之后,新生命会吸取前车之鉴,再次焕发,勃勃生机。 科学家经过考证发现,其实每次物种灭绝啊,从开始到结束,并不是瞬间完成的。 一般呢,要持续几千年到几万年的时间。 生物圈呢,在受到破坏之后啊,又会重新的恢复。 这个过程呢,也要历经千百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时间。 在距今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期,一场新的灾难又降临生物圈。 这次灾难的后果是90%的海洋生物和70%的陆地脊椎动物从此消失。 这是第三次重大物种灭绝。 也是地球上最大最严重的一次物种灭绝事件。 二叠纪开始于距今约2.95亿年前,共经历了4500万年。 二叠纪是生物界的重要演化时期。 脊椎动物在二叠纪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两栖类进一步繁盛。 科学家说,这次大灭绝不仅是许多物种灭绝,更是彻底改变了地球的生态系统。 这种后果是其他几次大灭绝所没有的。 那么,究竟是怎样强大的力量制造出这次物种灭绝事件呢? 据资料来表明的话,分析的原因很多,比如星球转机呀,海水沿度的变化呀,海洋气候的变化呀,比如说新鲜的大爆炸呀,这些等等。 但是目前,应该据起来说,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主导的一种因素。 而据我个人来看的话,应该是当时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是复活而成的一个因素。 比如说全球性的一些世界,比如全球性的构造运动,全球性的火山碰发,像这种全球性的海平面下降。 这些事情可能是一个导致这个决灭的一个主要原因。 因为物种灭绝带来的改朝换代的结果,往往是新群体取代旧群体,产生新的生物时代。 恐龙家族在这个时期的出现,就是物种改朝换代的结果。 在恐龙家族繁荣的三叠纪时期,是古代生物群、现代生物群开始形成的过渡时期。 许多和现代相似的生物出现,并趋向繁荣。 三叠纪呈现出的,似乎是一派星星向荣的景象。 总的来说,三叠纪的气候是比较是处在一个温暖或者干燥的这么一个气候条件之下。 在三叠纪的时候,天上飞的,水中游的,陆地上跑的,都出现了。 那么比如说水里的,有水生爬行动物,像鱼龙啊,荒龙啊,这些东西都已经出现了。 而恐龙中的翼龙也已经出现了。 那么陆地上,那么更不用说了,比如说恐龙,龟碑类,还有哺乳动物。 然后哺乳动物基本上在三叠纪晚期的话,跟这个恐龙是同时出现了。 所以当时的三叠纪来说,生物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但是看似惺惺惺惺惺的三叠纪,也只延续了五千万年。 就在距今约1.95亿年前的三叠纪的末期,第四次物种灭绝的阴影再次笼罩地球。 80%的物种在这次灭绝事件当中逐渐消亡。 据科学家说,第四次生物灭绝事件在地球生命史上并不算严重。 恐龙家族在这次生物灭绝当中侥幸存活了下来。 它们和其他生存下来的生物不得不以更强的生存技能去适应周围的一切,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生态环境。 树兰是生活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热带雨林中的哺乳动物。 它们形状虽然有些像猴子,但是却没有猴子敏捷的身手。 它们毛发上附着生长了一层厚厚的绿色藻类,就像穿着一件泥彩服。 树兰常常把自己倒画在树枝上几个小时不挪动,这样就不会轻易被别的动物发现。 这些特点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适应环境。 树兰是世界上唯一身上长植物,并且侵袭在树上的野生动物。 树兰虽然有脚,但是却不用来走路,它们只能靠前肢拖动身体爬行。 如果它们要移动两公里,大概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所有净化纸巾的动物,为了生存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技能。 也会和周围环境结成联盟。 就像树兰,除了有绿色枣衣的掩护,它还需要有个隐蔽的藏身之地。 正好这种仅产于亚马逊丛林,职业繁茂的几个罗贝树植物, 就成了它们的理想家园。 它们之间和谐共处。 地球生物的多样性,也是这样得到了繁荣。 恐龙家族夺过了第四次物中灭绝, 在白恶纪继续着它们在地球上的统治地位。 很多生过逢时的哺乳动物, 只能委屈地生活在以恐龙为主的爬行动物的阴影之下。 一直到白恶纪末期, 从天而降的一场灾难, 才彻底打破了这种格局。 人形庞大的恐龙家族遭遇了灭定之灾。 可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体态伴着,行动缓慢的鳄鱼却侥幸存活了下来。 是什么秘密武器让鳄鱼躲过了这场劫难呢? 这是一条弯鳄, 是白恶纪时代的幸存者, 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 现代鳄鱼的第一代祖先出现于三叠纪初期, 也就是大约二亿三千万年前恐龙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最早的鳄鱼是一种陆地肉食动物, 和现代鳄鱼相比, 他们的腿部更长, 更适合在陆地捕食, 但体型相对要小。 后来, 他们逐渐适应了水陆两溪生活, 并在最初基本体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 这使他们成为无可挑剔的捕猎高手。 而让鳄鱼躲过物种灭绝灾难的原因, 并不仅仅是生活习性和体型的改变, 他们还有另外的武器。 原来鳄鱼巨大的鳞片就像金属盔甲一样, 能够保护它免受外力的撞击和解压, 而他们水陆两溪的特性, 是他们对环境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正是这些原因让他们躲过了劫难。 鳄鱼作为物种灭绝事件中的幸存者, 顽强的存活至今。 而起源于大约五千八百万年前的哺乳动物, 狐猴, 却是恐龙灭绝之后出现的新物种。 马达加斯加岛上人际罕至的山野丛林, 成为这种长有一双美丽大眼睛的灵长类动物的天堂。 就在这个非洲岛屿上, 像狐猴一样独一无二的物种, 多达十五万种。 专家研究表明, 引起物种灭绝的原因多种多样, 除了类似行星撞击这样的外力的影响之外, 大陆板块飘移也是导致物种灭绝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个学说认为, 地球大陆在最初是一个整体, 被称为泛大陆。 泛大陆的解体开始于距今约三亿年前的十探级, 经过两亿多年的飘移分裂, 形成现在的七大洲四大洋。 今天, 大陆板块仍在以每年一厘米到十厘米的速度进行移动。 由于大陆板块的飘移, 一些物种因为不能够适应新的气候和环境条件而逐渐的消亡。 但是, 有一些物种为了生存, 就只好对自身进行着调整。 澳大利亚的食火鸡就是曾经生活在泛大陆的巨鸟的后代。 由于大陆板块飘移, 它们的生活环境开始发生变化, 周围的食物逐渐减少, 资源变得匮乏。 自然条件的改变直接威胁到了它们的生存。 食火鸡的后代不得不对自身的体重和体型做出改变。 据专家考证, 远古时期的食火鸡体重能达到500公斤, 而现代食火鸡的体重大约是70公斤。 虽然现代食火鸡仍然属于身体庞大的物种, 但是跟祖先比起来, 它们的体重已经减去了80%。 其实,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生命物种就能适应各种环境, 继续着它们各自的进化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地球运转46亿年之后走到了今天, 专家说, 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时期正在到来。 距今三百万年前, 人类的出现永远改变了地球的面貌。 没有强劲的爪, 没有锋利的牙齿, 也没有强劲的身体, 但是人类拥有更危险的武器——智慧。 这是一个复杂的物种, 能够以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方式理解环境。 智慧赋予了人类独一无二的强大武器。 人类为了生存和自身的安全, 为了生活的舒适, 它们猎杀野兽, 驯服动物, 使它们为己所拥。 人类开始过上定居生活, 并学习耕作土地来获得足够的食物。 久而久之, 人类的定居点逐渐发展壮大, 并且日益复杂、成熟。 于是, 世界人口急剧增长, 人类的领土不断扩大, 逐渐挤压和侵占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繁荣, 一些物种开始走向衰亡。 土上的多种生物, 以出乎人类意料的速度, 在走向灭亡, 它比新物种出现的速度要快上一万倍。 根据科学家推测, 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 一半的地球生命将会有灭绝的危险。 幸运的是, 人类毕竟是高智慧的生物, 人类已经清醒地认识到, 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 保护地球生态环境, 给其他物种留下生存的空间。 让地球环境处于一个良性的生态系统中, 是人类能够长远发展的必要条件。 如今, 人类正在利用自己无穷的智慧, 弥补曾经犯下的错误, 不遗余力地拯救地球上的生命, 努力使地球成为宇宙生命共同的家园。 世界资源保护联盟每隔几年, 就会发布一个全球物种状况的红皮书。 最近的物种红色名录当中, 有15500多个物种受到溺绝的威胁, 其中包括12%的鸟类, 23%的兽类, 32%的两栖类, 25%的螺子植物, 52%的苏铁类, 42%的龟鳖类, 还有18%的鲨鱼窑类, 以及27%的东非淡水鱼。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曾经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物种灭绝的灾难, 面对正在经历的第六次物种灭绝, 拥有智慧的我们, 应该思考些什么?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辽阔富饶的黑土地, 神奇规律的五大莲池, 孕育了世界稀有而珍贵的冷泉, 传说中, 它有去病强身的功效, 在当地, 它被称为神泉胜水, 世界稀有的泉水, 究竟从何而来? 它又隐藏多少显为人知的地之谜? 冷泉之谜, 地理中国下期播出。